沿河社區活動中心內的廁所馬桶老舊損壞 讓民眾若要上廁所都相當不便 所以發展協會也專程向先醫院友好反應 希望有醫院能夠協助換新 我們是沿河社區發展協會 因為場地使用的廁所馬桶整個壞掉了 因為早期的馬桶是用蹲室的 對於一些叫年長者的使用上它有不便 所以這次因為整個壞掉以後 我們像油耗議員那個反應 他也很快立即的配合我們來做修善的動作 那我們由這次的修善更改為做事的馬桶 讓一些年長者在使用上更加的方便 先遠油耗相當肯定沿河社區發展協會的用心經營 所以也開立配合款協助廁所馬桶的換新 讓民眾上廁所能更為方便 那在沿河社區的話在我們黃建民理事長 跟現任的理事長岳露西 他們一直都很積極的投入在沿河社區的社團活動 跟社區活動的一個結合 那在沿河社區目前他過去蹲室的馬桶跟廁所設施 其實也因為老舊的部分 有時候長輩用起來不方便 那在這次我們同樣就是開立這配合款 配合我們沿河社區來做這個廁所設備的一個改善 先遠油耗很榮幸能夠協助沿河社區換新廁所設備 也希望能夠協助社區將環境營造得更為完善 鼓勵民眾都能夠前往參與活動 這次我能夠提供這個廁所設備的一個配合款的經費 還也希望說能夠在我們服務處旁邊在地的這個里 還有的社區讓大家能夠在社區活動參與更為便利 那在這裡再次肯定我們社區幹部大家的用心 還也希望我們社區長輩一起來參與 我們就是陸西老師所舉辦跟推廣的許多活動 議長和聖峰感謝友誼員對社區事務的關心與協助 相信在廁所設備的喚醒改善之後 民眾來到活動中心內 如果要上廁所一定能夠更加方便 記者盧依凱竹山採訪報導